刑事警察局真三大队会同官务署台北关共同开箱查验 果然在假化盆栽容器内发现ketamine毒品 经过统计这批从荷兰寄出的航空包裹 里面共有六个假化盆栽 内藏18包重达9.2公斤的ketamine 市价于千万元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 序于日前接过内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 执行航空邮包检查室发现一件可疑的包裹 金惠同开封查验发现该包裹是由荷兰寄出 并以假化盆栽的微品相来做一个演示 金检室包裹内装载假六个花盆栽 重达15公斤 进一步检查发现盆栽容器内 夹长了9.2公斤的第三级毒品海他木杰金 那共计有18包 那市价约千万 不只透过假化盆栽掩护走失 这个运毒集团分工更加严密 从祖贤指挥人头仲介者 到监控者及运毒者 甚至还找来研磨病人负责收获 层层分工制造断点 就是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那警方调查发现 祖贤常立于幕后来统筹运毒计划 那指挥手下与人头仲介来接洽 由人头仲介来提供重症病患 日证件来来充当毒品 包括收获人 再由负责在于毒品的运毒手 将毒品运至新北市的板桥区来验货 再斩船并送到台北市新医区的仓务 来做个常访 特意设下都到了断点 来躲避警警的查气 警方一共逮捕了6名嫌犯 其中一人已经因为挨磨病逝 至于具有帮派背景的主嫌张姓南只能再逃 警方正扩大追气中 并持续追查毒品源头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